我們一般的觀念都想 哎呀 小孩子到了青春 你就叛逆起 對不對 在書裡面 這個作者 對叛逆概念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 我常常用那棵樹 那邊 那棵樹做比喻 那棵樹前三年 就等於那個樹幹那個部分 就長那麼高 三年 後三年 後六年 一年長差不多九十公分到一百公里 六年以後就不怎麼長 就是跟人一樣 前十二年慢慢長 十二到十八 這長大了 快速成長 你們都一樣 十八歲以後就這樣高了 對吧 有哪個十八歲以後還繼續長 有可能橫著長 哈哈哈哈 覺得沒有這樣長 那 我就從那個樹再到寢室 這個 那個樹 樹有樹性 每一棵樹有每一棵樹的樹性 同樣是苦營樹啊 那個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長這樣 那個長這樣 這個三棵樹跟那個完全不一樣 好 好 我這個樹兒子 他要這樣長這樣長 這樣長 的時候 我這個樹爸爸說 不行 你要這樣長 請問 樹爸爸判你還是樹兒判你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 我們父母親 一定要他這樣 要他那 要他那 要他這樣 我就是愛他 我愛你啦 告訴你啦 你要這樣這樣子啦 他不這樣的話 就變叛逆 不聽話 岂有處理啊 對吧 齁 你看我讓他這樣長的話 長得那麼好 如果我這個樹爸爸 不叛逆 這個 齁 那麼叛逆的話 要他非這樣子不可的話 那行動整個改樣 齁 所以我們齁 這個人每個人 每個人的性相不一樣 每個樹 每個樹的性相不一樣 齁 所以我們不要太多的干擾 齁 所以我說那個 12歲到18歲齁 齁 這個六年不是叛逆期 是生命蓬勃成長期 齁 所以在蓬勃成長期的時候呢 他有他思想在快速成長啊 他肉體也在快速成長啊 那自然有他的思想 他的行為啊 自然有啊 那不聽父母的話 就叫叛逆 而且很不公道呢 那個叛逆那兩個字 是人大人定的 創造的名詞 叛逆期也是大人定的 還有更口誤的是 要評定他是不是叛逆也是大人 標指大人定 對吧 要認定他叛不叛逆也是大人 霸人一把爪 怎麼對 但是 人性跟樹性一樣 那個樹性 有這樣長的 有這樣長的嗎 但是也有這樣長的 有這樣長的 那我要這個樹好的話 我這個樹爸爸要他好的話 是什麼呢 我只把他修掉什麼 往下長的 你看看那個 往下的我就把他鋸掉 往下長的 我就把他鋸掉 他就這樣長上去啊 我就很棒啊 對吧 所以人其實要管自己的兒女 這個所謂的叛逆期要管他 其實只有管兩件事情就好 第一件事情是傷害別人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的行為要管 傷害自己的行為要管 其他你不用管 不用管 第二怎麼要管呢 懶惰 懶惰 好處懶惰 這個要管 吃此處要不用管 他要學商也好 學文也好嘛 管他學什麼 對吧 你像那個 我那個小兒子 他考上台大地理系的時候 學校馬上召開家長會 因為考進台大地理系的人 幾乎都轉系轉調了 剩下沒幾個啦 那個地理系沒前途嘛 那開會 完了以後我就跟我的兒子講 我說 你說地理系還能存在 是因為它有存在價值 如果它沒有存在價值 這個系就沒有辦法廢掉了 所以問題不是這個系有沒有前途 我是說你是不是在這個行業裡頭 你這個系裡頭呢 你比人家出色 我們那個稱叫當行出色 如果你在這個行業裡頭 你在這個系裡頭 你讀得比人好的話 你就不要擔心沒飯吃 後來我這個兒子就沒轉系 我就這樣一讀啊 大概四年大學畢業考上研究所 做出班讀兩年 畢業過考上博士班讀四年畢業以後 去當兵回來 剛剛好看到真理大學 在徵聘教授啊 他把人家論文什麼 怎麼繼續就拼了 找事情很簡單 就拼了就這樣子啊 所以最主要是說你自己 是不是在這個行業裡頭 比人家強 如果只要你在行業裡頭 比人家強的話 你就不要怕沒飯吃 如果你比人家差的話 你學手沒有用啊 對吧 所以父母不要一定要指導他 要讀什麼系讀什麼系 怎麼樣怎麼樣不必要 讓他自然去發展 如果他不能讀的話很好啊 對吧 他只要願意認真負責去 去學一技至少不更好嗎 我這一定要逼他讀大學 現在大學讀了義大瑞出來有用嗎 沒有用呢 害死我這樣跟他知道 對啊 所以我不承認有什麼叛逆期 要叛逆的話是大人叛逆 這個每一次有這種叛逆期的 還是來到我這裡 他們在問這些 我這邊一講那些孩子 都呼哈哈大笑 終於有人幫他說話 有一個部分我倒是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部分我倒是印象很深刻 有那個有一篇 大家如果看到了 那些人會和他做不定 我可以說不定 你會說不定 我會想說不定 我會想看